9月15日晚,薛之谦微博回应李宇童爆料风波,称何李宇童的确爱过,全文如下 抱歉,这么久才出现,让大家久等了 理由如果是我在日本工作忙,不能回复这些像生产线一样的为私,未免也太勉强了 不是我不会,是我不想,因为把爱情拿出来撕,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堪的事情 但今天下午那个杜撰的贾薛之谦回应,以及在李宇童文字里越来越多的杜撰,确实让我头痛不已 就像躲在这件事后面疯狂击掌的强大水君一样显而易见,我还是选择直面 我将这些不堪都告知大家,这是一段我和李宇童的感情,的确爱过,不分谁多谁少 在我和小高协议分开之后,慢慢的李宇童走入了我的心里,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生意合作天天在一起 但如果我是个爱钱的人,我应该只需要给李每次拍摄的工资而已 李宇童当时是个拍摄杂志的模特,月入在万左右,不是大家口中说的富二代不差钱 他的家庭条件我不做具体描述,但他起初没有钱,我也没有钱 没有钱是这个风波的关键点,是一起做悠悠July后我们才都开始有钱的 合作后以50%的股份给他,至少证明我不是一个爱占别人便宜的人 包括我现在的DPS也是和合伙人五五分 虽然我当时在演艺圈有点落寞,但我和普通人合作的话 连卡我多少也能多刷点股份或者再要点干股,一律没有 说到重点了,就是说到钱了 我要是真的欠礼一两千万,我愿意直接入狱 在这次我们的感情也好,合作也好,钱方面只有我多给他,我绝没有欠他钱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出我今天连夜兑完的账单 我们合作一共三年多,李宇童共计拿1079万,我拿了850万 在最后解散团队的时候,三万件库存和遣散员工的费用 都是我个人拿出来了100万,直接把员工遣散完毕 而且是该赔多少赔多少,不欠员工一分钱 李在网上说我去谈合作,我开口要拿人家400万去做音乐,实在太无聊了 一闹,泡王等话题,像钱多到用不掉一样的来说我 当然诸如此类的杜撰和网上不时报道排山倒海的来,确实是让我心力焦瘁 这种造谣其实挺可悲的,你们看见一张我打医生的照片 就满屏的说我一闹打医生,那你倒是上照片啊 一张也好,你们也不会知道我是为了李宇童才去和医生理论 导向如果用钱引领,随便的造谣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我无力辩解也只能承受 但任何的谎言都会是一个洞,确实我们之后在感情里吵得很厉害 最后爱恨都变成情仇,但搬到公众上来我当然不愿意看见 并且钱我一定不欠礼的,我们都是成年人 成年就是了还要再来一丝,那也好,我不必再被你家人威胁了 这就是我刚回国整理完部分证据后的回应 最后我还是那句不想思,愿还能和平相处 我为我以上所有的言行负责,愿承担任何法律责任